谢谢啊 谢谢啊 那 给你钱 谢谢 您知不知道 附近有一位 开绸缎庄的石老板住在哪里啊 这我不知道 行 附近约了好几个人了 都没有人知道石老板住在哪里 怎么办 你们在这里摆摊卖这些烂菜 这是丢尽了附祥绸缎庄的脸啊 就是他将做了牌位 师叔 师叔 请你把牌位还给我们 刘世杰 你长这么大 一点也没有男子汉的气量 一副养尊处优的公子戈儿样 那 大哥 大哥 果然是弱不禁风啊 刘家就凭你这个长子 能成什么技术 我再没有用 也不能让你抢走我们家的牌位 快把牌位还给我们 你这小子懂什么 我告诉你 我们两家本来是结伴 你爷爷为了钱对不起我爷爷 所以我让你们刘家的牌位 去我爷爷的坟前谢罪 这是替天行道 你们没资格反对 你这个人莫名其妙 什么去分钱谢罪 我爸爸跟我说过 是你们坚持要自立门户的 我爷爷还尽力挽留呢 你们家占尽了便宜 你们家当然要自立门户了 不能老是被你们欺压 既然这样的话 那你们就好好做生意啊 做到了怎么能怪我们呢 你 你懂什么呀 反正是你们爷爷对不起我爷爷 所以你们就遭报应了 流落在街头卖菜 这就证明天理昭彰 报应不爽 哼 那你自己破产义无所有 不也是报应吗 我是预警不好 你这小鸭子伶牙俐齿 今天不给你一点教训 你是不会懂得反省的 阳心 阳心 你要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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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来 不许来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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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让开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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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死 你不要死 大哥 你没事 没事 大哥 孩子们 你们怎么惹上这里的恶霸呀 他叫阿雄 很不讲理的 你们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知道 他就住在高家庄后院外的破棚子里 谢谢你 把东西收一收 让你先回去吧 明天再说吧 大哥 你伤得这么重怎么办呢 这都没关系 这几天 你们去买菜 小心不要遇到他 等我的伤好了 我再去找他 跟他要回白位 可是那个人很不讲理的 你去找他也没用 就算讲不成 强 也有强成 这几天 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他 以免出事 知道吗 大哥不痛 童童飞走了 童童不痛 哥哥 你的身体好烫啊 大哥 你发烧了 一定是伤口感染才会发烧的 这会要命的 我真的 没关系 我躺一躺就好了 这样吧 我去给你找大夫 真的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我躺一躺就好了 我躺一躺就好了 你 赵妈 你出来做什么 快回去躺着吧 现在连大少爷都病了 我应该要去卖菜才对 让我去吧 赵妈 您别这样 我们自己会应付的 要不这样 雅萍留在家里照顾你和大哥 雅萍 你要好好照顾大哥 嗯 包在我身上 我们走吧 赵妈 你要好好养伤 不可以起来 不然的话 我会生气哦 好好 我在家好好养伤 你一定要乖哦 嗯 大哥被打伤了 如果我把牌尾拿回来 大哥一定会很高兴 会说我很厉害 我也可以保护我们家 跟大哥一样 嗯 嗯 嗯 我得很多人 老爷 有个花 你把花子别摔倒了 也不知道后院在哪儿 高老爷 事情就是这样 这事我知道了 好 那就拜托了 拜托了 好说 好说 你的事我会放在心上的 好 那就谢谢了 谢谢高老爷 表姐 表姐 你快把我们家的钱还来 快还来 快还给我们 这谁家孩子 怎么进来的 把钱还来 快还过来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哥姐姐呢 快还给我们 还来 既然是你们家的孩子 那就带回去吧 快过来 走走走走 走 走走走 那去把孩子带过来 是 走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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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на arche que apel insulin 妹妹乖 我们一起玩家加酒 你爸爸是我爸爸的朋友吗 我叫雅萍 我叫小雷 雅萍 你喜欢羊娃娃吗 嗯 我有好顿羊娃娃 你有没有 那只要你跟我玩 我就给你这个羊娃娃 我还要很多呢 我不能玩羊娃娃 我要去找人 就要你跟我玩 你要找谁以后再找 我的事情很重要 再见 你不要踩她了 她会疼啊 是你害她疼的 因为我要给你 你不要 我就只好踩她 才不是 是你踩的 又不是我踩的 你心也真会 你欺负我 你欺负我 怎么了 怎么了 是谁让你哭了 跟班牙说 带班牙 我 带班牙 我 不好意思啊 这丫头就是骄纵点 我把她带回去啊 我不要 我不要被你带走 还不快跟我回去 走 高老爷 真是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要娃娃 她们不会说话 又不会跟我玩 我要妹妹 我教一个妹妹 就当她那一个 不行啊 不行啊 我喜欢她 这个小妹妹 这个小妹妹 已经回去了 爸爸再给你买一个更大 更漂亮的娃娃 我不要 我不要 我要她陪我玩 我让她陪我玩 好好好 爸爸这就去给你 把她买回来 快去 把舞掌柜叫回来 是 爸爸这就给你买回来啊 好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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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来 慢走啊 放开我 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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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这小鸭子 我连自己都顾不了了 哪有闲工夫照料她呀 舞掌柜的 舞掌柜的 刚刚那小女孩呢 我们小姐非要她做玩伴不可 快把她带进来吧 要亚平啊 这 再这么说这孩子呀 也是我表外圣女人 哪能招式起来挥之鸡去的 这小姐要玩伴也行 那我得跟她家人商量商量 回头再说 我们大小姐的性子 是要什么马上就要的 你可别让她等急了啊 那要不 我明天就给你们一个答复 就这样 还好没被表忠抓走啊 还好没被表忠抓走啊 好 找到了 这是我们家的牌位 原来她住在这里呀 几个 你们钱带足了没有啊 钱是带足了 就怕你赢不去 今天玩得开心的 就怕你输的钱不开心 你们把东西收拾一下 行了行了 来 赶快快快 来来来 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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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先说好了啊 今天要是谁赢了想先走 谁就是王八 互杀到天亮 一个都不许走 对对对 来来来来 来 开始 开始了 开始了 快来 来来来来 开始了 开始了 这么说 怎么到处找不到亚萍呢 她是不是回家了吧 她们应该在赵马那儿 我到那儿却碰碰运气 无火吧 走 快 追上 站住 站住 让开走 站住 快 快 我怕你 躺在啊你 快点 救命啊 站住 快 快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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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走 走 走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快 快 追 快 追 快 追 你还叫我 叫你 老爸 让我躲躲啊 快点 快点 人哪 你跑哪儿去了 不好啊 你跑不了 走 去 那个出卖的老板 吴掌柜就躲在这儿了 真的 走 来 拉出来 来来来来 请我出来 过来 老师弟 听到没有 你欠的赌债五千块大洋 什么仇还 这位大哥 我不是已经还给你们很多了吗 连车都让你们开去了 你们还想怎么样啊 各位乡亲 你们大家平平礼啊 平平礼 李 告诉你 老子就是李 你这种人 到哪儿都没李 打死你叫田李 打死他 打死他 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听见了吧 这位大哥 我手头还有点钱 这钱我一定还的 我一定不会赖畅的 你他妈少跟我啰嗦 诗相的 马上还钱 好让我们回去 跟老板有个交代 莫大哥 要不求求你了 再给几天 再给我几天时间 宽容宽容吧 好 明天 就明天 明天你要是还不还钱的话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明天 这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还跟我讨价还价是吧 你是不是当罗网板是死人哪 我去 打 去 小心 听见没有 你得还钱 打死他 走 打 别打 别别打 听见没有 别打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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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哎呦 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 早知道就不要去赌了嘛 什么都给他们了 还不满足 非要把我榨干了不可 五千大洋 哪来的五千块大洋啊 哎哟 哎哟 哦 好 我真是没用 这屋子里怎么静小姐 雅萍小姐应该听见这声音 怎么没过来 这是怎么了 大少爷 大少爷 你好点了没有啊 慢点 我再歇一会儿就好了 没事的 雅萍呢 我在厅里也没看到 外面也没有人哪 雅萍不在 她 她会跑到哪儿去呢 我要去找她 你别动 不要急 她肯定在外面玩呢 我这就去找她 你骨头断了 别走来走去了 我只是发烧 我去找 我在这儿啊 哎呀 你们怎么都不在厅里呀 哎 怎么了 都这么狼狈的样子啊 表舅 你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看见 雅萍在外面玩啊 她 她没回来 你说什么 啊 我去找高老爷子讨个工作 也不知道怎么了 雅萍竟然跑进高家的宅院里 我把她拉出来 要带她回来 她就跑了 我以为她回来了 所以专程来看看 她到高家去了 她 会不会是去找石立雄 什么石立雄 那活人哪 把石家家产败光了 大宅子啊 早就卖给高家了 现在已经是高家的产业了 哎 雅萍跟世华呢 卖菜去了 这不做事哪来得吃的 不像有的人 空手套白狼 什么东西一糊弄就有了 你别这么加枪带棒的 主人的事呢 轮不到你这个下人来插嘴 雅萍 十三岁了吧 石华九岁 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什么 随便问问 师姐 你病得这么重 看医生了没有 给美看 是老板打的 哪有钱看医生 来来来 躺下躺下 我先就给你找个医生看看 雅萍的事你别急 他不会跑远的 玩累了他就回来了 奇怪 这个吴掌柜良心发现了 怎么突然对你这么好 他总是我们的表舅啊 希望他只是一时贵蜜心窍 现在后悔了 以后会好好做人 来来来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们后天去接人 没问题 收定了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来 再见 侍杰十五岁了 是比较难找人家 雅琪十三岁 我记得有个来买过绸缎的教授 想要两个女儿 还有个在南洋做生意的老年 这么多人要孩子 这不就是县城的大洋吗 你说什么 雅萍到现在还没回来 这下可糟了 一会儿吃过饭 我跟侍华雅琪出去找找 师姐 大夫说你被打伤了 感染了才会发烧 要多注意休息啊 你说 你是不是把雅萍小姐给拐走卖了 才假装好人 对少爷小姐们这么好 想再把他们卖给别人 想再把他们卖给别人